近日确诊中数徘徊在低三位数 政府说回落比预期快 在过去的假期也没有出现反弹 形容疫情可控 决定提早到星期四 放宽三项社交距离措施 包括重开泳池 沙滩和水上活动中心等等 在户外场所运动 做剧烈运动 或者在郊野公园 都无需戴口罩 很多年来香港没有见过的 这么热的四月 是超过30度 所以在这样的天气又好 都不让市民去游泳 又是很难说得通的 所以这个都是平衡里面 我们倾向都是听市民的意见 跑步 打球 甚至有些都是没有接触的运动 都要戴口罩是很辛苦 或者甚至对于他个人的身体状态 都不是很好 这个也是有强烈诉求的 星期四开始 出街吃饭也由最多四个人 增加至到可以八个人同台 餐饮业的考虑点是市民 不是餐饮业的冬主 希望市民都过一个愉快的母亲节 可以一张桌八人 如果是三代同堂 由婆婆到我妈妈到孙都可以一起吃饭 至于今个月19日开始放宽的措施 包括延长食肆营业时间两个钟头 去到午夜12点 厌汇人数上限放宽去到120人 酒吧 浴室 派对房间 夜店 夜中会 卡拉OK和麻雀馆等可以重开 其中酒吧和酒馆可以营业去到凌晨两点 最多四个人一台 戏院入座上限增加到八成半 亦可以在场中饮食 所有的措施都要建基于疫苗通行症 市民是需要打了两针 到这个月底就是第三阶段 市民是需要打了第三针 他说过去的长周末 一共作出45钟相关检控 预告放宽措施的同时会加强执法